大批远警从警屋内立刻将嫌犯制服 刑事局破获诈骗水房 发现以黄姓嫌犯为首的诈骗集团 在网路上刊登全职妈妈有福乐兼职广告 吸引被害人上钩后 在诱骗加入博弈网站群组 事后却不出金 让原本想赚奶粉钱的妈妈们损失惨重 侦查第九大队近期发现 有多名被害人与所有社群网路 接收到投资等相关讯息 经被害人进一步接洽后 加入判嫌所提通知 及时通讯网路帐号 扬称可破解博弈网站之游戏数据 按照指示操作保证获利 后续被害人不查 贵款方式购买博弈网站资资金 并依指示操作 虽未实现所称暴利 并且 且出资金第五法出金对线 税诉请侦办 案情本局侦查第九大队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文山第二分局等单位 共组单一小组 报请台湾新北地方警察局指挥正办 经专案小组调查发现 该诈骗集团 是以黄姓祖贤为首脑 指挥旗下成员进行网路转战 及诈欺车手取款 洗钱等犯行 经手的账款涉及假投资 假决警等诈骗手法 不法索得预薪台币千万元以上 警方寻线逮捕黄姓祖贤等17名嫌犯 出估至少上百人受骗 其中一名退休妇人 被骗金额高达五千七百万元 损失最为惨重 经专案小组 搜证完善 于近期 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 即台湾新北地方法院 合发持巨票 搜索票 执行搜索查信行动 查过祖贤好猛 等17名犯贤 现场查后 手机 电脑主机 荧幕 紧记型电脑 人头账户 存折金融卡 及现金新台币87万元等张证物 全案经询问后 依违反刑法诈欺罪 准施犯罪防治条例 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 以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本局在此呼吁 社群团体上 刊登许多假投资广告 以保证获利 稳钻估资 等法术 吸引验害人上钩 提醒民众 不要把我们的钱交给任何人 帮我定点受骗 民众如果任何疑问 请拨打 警方发现该集团金手账款除了假投资外 还有假检警炸弃款项 呼吁民众不要相信社群软体上的投资广告 以免受骗上当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明镜 ήταν不能找大 声 arch计划 我 Lincoln 明镜需要了 labor